佛教真的深信因果定律的正确性吗? 是的,佛教相信因果定律的正确性,就像大家相信吃饭可以使胃囊满足那样的正确。 一般人怀疑因果律的可靠性是因为仅仅站在当下一生的立足点上来看善恶报应的不公平。 有人吃苦行善一辈子不但没有好报,甚至还不得好死。 有人贪赃枉法为非作歹,却在法律的漏洞里面逍遥自在福寿双全。 其实,佛教的因果律是通看三世的。 人除了现在一生,已有过去的无量数生,尚有未来的无量数生。 现在这一生,若将过去及未来的生命之流连贯起来看,实在还不及火石光影那么的短促渺小。 善恶因果是贯通了三世见次受报的,业力的大小轻重便决定了受报的先后等次。 今生的做善作恶未必及生受报,今生的祸福苦乐未必是由于及生的因素。 今生多半的遭遇是由于往事业力的果报。 今生的所作所为,多半尚要带到后世感报。 若把三世看透了,心里也就评输了。 再说,佛教所讲的因果律,也不是像一般人所误解的宿命论或定理论。 佛教相信,唯有重大的业力不能转变而被称为定业之外,人是可以凭后天的努力而来改善先天的业因的。 比如,前世只造了穷人的业因,今世果然也敢生为穷人的业果。 但是,身为穷人不要紧,只要自己肯努力,贫困的生活环境是可以改造的。 这是将过去的因加上现生的因综合起来,就是当下的果。 所以,佛教的因果律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定命论,而是不折不扣的努力论。 佛教如果落于宿命论或定命论的倪招,众生成佛的理论也就不能成立,既然一切命运都是前世决定了的,人生的修缮岂不等于白费? 可见,佛教的因果定律也是不离原生法则的。 从过去式的业因到现在式的业果,中间尚需加入许多的外缘,方能成为业果的事实。 这些外缘就是现世的努力与懈怠,做善与作恶,正像一杯糖水的本质是甜的。 如果加入了柠檬或者咖啡,便会改变那杯糖水的味道一样。 总之,佛教的因果律是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又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 现世承受先世的业因,成为现世的果报。 现世的行为造作,既是后世的业因,也可加入先世的业因,成为现世的果报。 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说起来并不简单。 佛教,也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并不简单的宗教。 谢谢大家!